今天来跟大家谈论技嘉B760主机版的记忆体超频设计 讲到这边大家可能会问 超频啊不就直接供D系列就好了 这边我先用一张图表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D790跟B760这两个晶片组 除了线路差异之外 最大的差别就是超频的设定 D系列它可以支援CPU跟记忆体超频 D系列则是只有支援记忆体超频 对很多消费者来讲 他们根本没有要做到CPU超频 只是想要透过记忆体的超频来提升效能 这样买D系列就其实有点不太划算 而且D系列还要搭配KSQ的CPU才能够好好超频 这样整个成本就垫高了 这个比较适合本钱比较雄厚的玩家 那对于需求简单预算不高的人 B760就是比较好的选择 针对B760主机版这样的需求 记者也提供不同的选择给消费者 不管是ADX、MicroADX甚至MiniADX都有 而这些板子全部都采用数位电源设计 让CPU的供电可以更稳定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问 那不是要讲DDR5的超频吗? 那为什么会讲到CPU那边去了? 这边跟大家复习一下 现在电脑的记忆体控制晶片 是在CPU里面的哦 所以CPU越稳定 记忆体的超频也会越稳定 除了稳定之外 技嘉提供玩家最简单的效能提升操作 如果玩家使用的是一般记忆体 我们可以提供记忆体自动加成的选项 这个类XMP的技术是技嘉独家的哦 打开之后 记忆体的频率会直接升一阶 从DDR5 4800到5000 效能有感升级 那如果玩家使用的是XMP或是Export的记忆体 只要打开XMP Boost功能 套用我们另外调校好的一些超频设定 记忆体就会在原本的XMP跟Export的基础下 再提升频率让效能更好 那频率可以提升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来 跟大家介绍一下 技嘉B760主机板在台湾销售的DDR5机种 不管大版小版记忆体的频率 全部都有到XMP或Export的7600的实力 跟其他厂商只有高阶的B760板子 频率比较高 入门机种频率就掉下来 或是XMP上了去 Export上不去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哦 而且重点是 玩家完全不需要去调电压跟频率 只要开启选项 这样就好了 那如果玩家想要效能再提升呢 那这个就不能不跟大家介绍 我们独家的D5黑科技了 一般来讲 影响记忆体效能的因素有 频率、频宽跟延迟 频宽越高越好 延迟越低越好 所以 当大家的频率都一样的时候 就看谁的频宽比较大 延迟比较低了 所以 技嘉的BIOS里面有 High bandwidth跟Raw latency 这两个特殊的选项 开启之后 会让记忆体在高频率运作的同时 再进一步将频宽提升最高12% 延迟也降低3ns 也就是说 同样的记忆体 用在技嘉的主机板上 记忆体效能 大概可以再比竞品 提升了10到15%左右 当然 将记忆体的超频 处理到很简单 是技嘉的贴心 背后 其实有很多基本功要做 为了让记忆体的效率更高 工作更稳定 我们重新设计了 记忆体的布线跟用料 让记忆体跟CPU之间的 沟通更迅速 同时 我们将记忆体的线路 以带型防护遮罩保护起来 外界的干扰变少了 讯号传输就会更稳定 这就是效能 可以不断提升的主要因素 而这些都是技嘉的独家设计哦 别人没有的 此外 相容性也是让记忆体 可以维持高效能运作的主要原因 毕竟 不管频率再怎么高 如果不稳定 也是没有用 所以 技嘉跟各大记忆体厂商 维持密切的合作 并针对市售的DDR5记忆体 进行验证 以维持主机板跟记忆体的相容性 不管是XMP或Expo记忆体 都可以提供玩家最稳定的 高效能体验 最后再跟大家进行重点提示 以上这些技嘉的 记忆体效能提升技术 都只需要选取 储存 就可以直接套用 不需要再调参数 就可以大大提升效能 绝对让玩家升级有感 希望透过今天的影片 可以让大家对 技嘉B760主机板记忆体操品的设计 跟一些相关技术 有更多的了解 谢谢大家的收看 另外 如果大家对今天的影片 有任何的疑问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会进一步为大家做解答 谢谢大家